念国法则 真实不虚 善恶福祸 一切有己 良力知焉 避凶屈己 太上感应篇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有曰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诱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谓之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心发一念 善恶尽皆知 有德行之人 总会躲过灾害疾病 遇难成降 欢迎大家收听 德高鬼神亲 行善避瘟疫系列故事 瘟疫令人袒护色变 但并非不可避免 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听几个小故事 妙手人心 旧人济世 不计浅显 诚心聊志 明朝有个人 叫潘魁 号旧安 乌城 今浙江无星人 景同医术 志在旧人济世 人称潘宫 有一年 瘟疫肆虐 感染疫病后 能生还者寥寥无几 潘宫见此情景 不计药物成本 尽心尽力救治患者 结果 经潘宫治疗的患者 十有八九都起死为生 潘宫的邻居赵某 不幸也感染了瘟疫 命在旦夕 他对儿子说 能救我者 唯有潘宫 可是 不久之前 赵某曾向官府状告潘宫 其子担心 因为这个过节 潘宫未必能为父亲医治 赵某说 我虽得罪于潘宫 然而潘宫心地仁慈 一定不会加害于我 于是 赵某之子并将潘宫请来为其父诊治 果然 潘宫一心救人 无丝毫怨恨报复之心 尽心为赵某医治 不久 赵某便被潘宫治愈了 潘宫的人心厚德 不仅感化了赵某 也感化了一方百姓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潘宫有三子皆考取功名 长子潘乡任贵阳 经湖南汝城县令 次子潘参任汉林边修 三子潘训任公保尚书 就连潘宫自己也获得了朝廷的封号 其孙潘大父在炳虚年考中了晋士 跟人相处 自己谦卑 尊重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谨心尽力 帮助别人 他没有想到自立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 没有了那就反祈祷而行 现在人起心动念是损人力己 从前古时候 人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人 他起心动念是损己力人 修福 自己在这一生发达 不发在自身 决定发在儿孙 所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讲因果 儒家讲的因果 即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所以 修行正法 利益无边 感恩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